你搬到課本十二頁的地方 我們上次是不是談到這裡 對吧 談到一個兩面角丟 這是葉宜 我今天特地準備了一個模型 就是 我覺得透過實際的模型 可以讓大家有更清楚的感受 請問同學 看得出來這是什麼模型嗎 這是兩面角的模型 雖然看起來有點陽春對不對 請問你喔 兩個平面啊 如果在有夾角的情況下 他們的夾角會有幾個 先回答我會問你幾個 有夾角的情況下 你看這兩個平面是不是有夾角 你覺得他們夾角有幾個 兩個啊 對不對 然後 假設 這一個角度叫做 80度 那請問他旁邊的這個角度是幾度 100度 100度 對吧 因為這是一個平角 OK齁 那怎麼去衡量兩個平面的夾角呢 我們上次應該有講過 要找兩個平面的夾角 第一個動作應該要找什麼東西 這兩個平面的什麼 膠線 對不對 先找出膠線 然後在膠線上找一個P點 然後呢 過這個P點 做兩條射線 對不對 然後這兩條線呢 分別要跟膠線怎麼樣 垂直 對吧 這兩條線要落在這兩個平面上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這兩條線所夾的那個角度 我們就把它規定成兩面角 那為什麼要做垂直這樣的規定呢 你看喔 這個綠色跟這個黃色 看起來就是跟這個膠線垂直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箭頭張開的這個夾角 就是這兩個平面的一個夾角 這是兩面角 可是你看這個綠色跟這個紅色 這個紅色跟這個膠線有沒有垂直 沒有 那請問你喔 綠色跟黃色所夾的這個角度 跟綠色還有紅色所夾的這個角度 這是彎過來的齁 他們大小有沒有一樣 是沒有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垂直這個規定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保證 每個人得到的那個兩面角都一樣對不對 要不然有些人找這條線 有些人找這條線 有些人找這條線 每個人算錯的角度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這樣簡直很奇怪嗎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課本 那個12頁的水填練習 這個水填練習挺好的 他說 又圖是一個正式面體喔 稍微再跟我們班同學再複習一下 什麼叫正式面體 對 來 你要不要寫在旁邊 正式面體 正式面體 就是它有幾個面 它有四個面 對不對 它有什麼特徵 它有四個面 然後它每一個面都是一個什麼型 都是一個正三角型 都是一個正三角型 可以嗎 這可以喔 這個正式面體 這個考試常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說 在這個AV線段上 有三個點 叫做PQR 是這個線段的四等分點 下列哪一個選項 是底面AVC 這裡有個底面AVC 對不對 來 底面AVC 跟哪一個面呢 跟側面AVC 跟側面AVC 跟哪一個面呢 跟側面AVC 跟側面AVC 基本的原則喔 Solution要怎麼寫呢 要求兩面角 要求兩面角 必先找出什麼東西 你說啊 這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底面叫做ABC 這個側面叫做AB珠 要找兩面角 一定要先找到他們的什麼線 焦線 所以一定要先找焦線 寫上去黑 OK 那你現在先告訴我 這個側面啊 跟這個底面 他們的焦線是誰 講出來啊 這一條線在哪裡 這個側面ABC 跟底面ABC 這個側面ABC 這個側面ABC 跟底面ABC 他們的焦線在哪裡 是這一條對不對 這一條叫什麼線 叫做AB直線 這一條就是焦線AB ABC 所以先找焦線很重要 先把焦線找出來 找出焦線之後 我們要在焦線上找到一個點 對吧 然後從這個點去做出兩條射線 那這兩條射線 分別要跟焦線是什麼關係 要垂直 那我現在要問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請問你 那一個點 你要找A P Q R B 這五個候選人裡面 你會選擇哪一個點呢 就是你會選擇A點嗎 選擇A點的話 那你就要找這兩條直線的夾角囉 對不對 就要找這兩個射線的夾角對不對 如果找P點的話 那你就是要找這個角 找Q點就是這個角 所以 這個角的大小 會隨著你找的點不同 而改變對不對 那數學上的規定 他說你找的那個點 做出來的射線 要同時跟焦線要怎麼樣 要垂直 那請問你要挑哪個點才是正確的呢 一定是挑Q點 必然是Q點 來 把Q點框起來 請問你為什麼是Q點 我教我很慢喔 為什麼是Q點 因為這個Q剛好是AV線段的什麼點 終點 來 寫上去 Q點 是 AV 線段 的終點 所以有時候你看一些參考書 你會發現說 奇怪 他要求兩面角 他常常在找線段的終點 你會想說很奇怪 為什麼他要找終點 欸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找終點 你說啊 為什麼要找終點 因為他這個叫做正式面體 他的每一個面都是什麼型 正三角型 我在旁邊畫一個圖給你看喔 來你看我這邊 對一個正三角型來講 比如說你在這裡找他的終點 對不對 好這個點是終點 這一段長度等於這段長度 OK 來 請同學告訴我 頂點跟對邊終點的連線 這一條線稱為叫什麼線 叫做中線對不對 但是我這個是正三角型 所以中線也剛好是他的什麼東西 對也是他的高嘛 對不對 對就是你懂那個意思嗎 這是中線嘛 他也是中垂線嘛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你把它連起來 欸 這裡 這個是不是他的高 這個會垂直喔 所以你看啊 這個是不是這樣 這個Q頂跟這個頂點連起來 來你看這個是不是 夾角是不是90度 對不對 對啊他這個底面 不是一個正三角型嗎 頂點跟對邊終點的連線 對不對 這個是他的高喔 所以這個是垂直的 然後你看這個側面 這也是正三角型 頂點跟對邊終點的連線 這也是他的高咩 欸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垂直 那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了 同時垂直交線的直線夾角 來你的兩面角在哪裡 你的兩面角在這裡 這個叫做θ 這個就是你的兩面角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來我們的兩面角 是哪一個角呢 是角珠QC 是角珠QC 欸 所以要選哪一個選項 要選第三個選項 這樣聽到嗎 所以本題的答案請選三 所以本題的答案請選三 欸 我素B這樣交會不會太快 應該不會吧 我速度已經放得很慢喔 總結一下這種題目 來 同學我問你 要找兩面角 一定要先找什麼東西 膠線 對吧 他們一定要有膠線 然後在膠線上找一個點 從這個點做出兩條色線 誒課本是講色線嗎 我看一下 我的講法要跟課本一致 課本怎麼說 我看一下 對他講色線 好 所以從這個點做出兩條色線 這兩條色線要分別在這兩個平面上 而且這兩條色線呢 跟這個膠線要怎麼樣 要垂直 張開的這個角度 稱為叫兩面角 就這樣喔 欸 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所以我們兩面角講得很清楚 欸 素B有個好處 素B不用學三垂線 所以 我們這個部分 這裡會少一些東西 但是你們會多一些素A沒有的東西 就大家學的會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這裡就先談到這邊喔 接下來 我想先讓同學來看一個東西 你翻到十七頁好不好 來 你翻到十七頁 對 先跳到十七頁 對 先跳到十七頁 十七頁這裡有一個 素B獨有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在以前的數學裡面是沒有的喔 來 我們把標題寫上去 找一個曠白的地方寫上去 我們要教同學什麼叫三點透視 OK 什麼叫單點透視 欸 這個東西喔 我先給你們看一個 對岸所謂的視頻 好不好 就是說他們 有一些很厲害的網友 這個 這個東西為什麼素B會有呢 因為我們的素B的同學 應該有相當比例 將來可能會走設計啊 美術啊 對不對 一些比較偏設計類的科系 所以素B的同學要學單點透視法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來 那個幫我拍這個 欸 幫我關燈 謝謝 請問你的燈幫我關掉 這個影片大概十分鐘喔 我先給你們看第一次喔 來 大家仔細看喔 雖然說會環沒有解禁 能達到什麼程度 一定是正確練習的多數小時 但大凡惹中會環的小星星人們 就是每天拿著鬼一樣的動漫人物操稿 在各種群裡 諮詢這個大謊那個大神 大大幫忙看看 大大門也一吐霧水 這等我沒換句話 到底 看什麼呢 其實每天研究著繪華免籍 尋找捷徑 擔心自己已經出二代 現在開始畫畫 未來還能趕朝幼兒園 就畫不住他的大神呢嗎 其實這些孩子們 剛好走在最遠不上路上 讓人看得痛心 有機和青銘們一起看看 村主至今那些所謂 天賦一瓶的藝術人們 是怎樣從零開始 超越小人的 自學繪畫前兩步 自學繪畫的第一步不是靈魔 靈魔靈魂要命 和大美魔大明魔大明魔的方向 看到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類似 see something draw something 但人類的大腦 是個很不負擔的 會把現實事物 轉化成一個抽象概念 就像 小學的笑話最低 爸爸的弟弟最大 現在請村民停下視頻 試試畫著手 正常都要學直播畫者們 先去他們洗手間了 這麼不專業 如果球哥都能去商討 不少我們再去啊 如果是初學 可能畫出來的 就是這樣的觀念 如果還有點經驗 會畫成這樣的 現在拿起自己的手 和剛才畫的對照 你的手真的長成這樣啊 任何人的手上 只要比臉部 更多貓吃的幾個結構 而我們大腦 卻搶帥了 把手剪畫成雞爪 把鼻子剪畫成箭頭 把身長剪畫成 哼 在油畫文化的靈魔練習裡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配克服大腦 對我們俗之人被欺詐 玩耀融模的原作 橫數打上當成的格子 自己的畫布上 會打上同樣的格子 然後去找每個格子中 每根線 相對於格子的位置 比如 靈魔這根曲線 曲線的開頭 在這個結束 在這裡 兩個端條 大概在這裡 然後連接起來 這樣就能最大限度 因為畫出 腦海裡的抽象概念 靈魔就是在照顏 這個尋找修律位置 克服意義的能力 如果覺得自己很癢 不需要這些格子 來健康大腦的隱徽 可以直接找圖案 這邊的相對外景 還有一個極端的方法 就是倒過來靈魔 這樣也能把自己 變成完美的副物機 所以小偶片 對你們來說 是我們設計 但對村長這種 真正的藝術人來說 只是一些來回移動的相對位置 沒有可惜 大膽地把重置推上過來吧 有快點 專業會滑雪鏈的作用 可能已經發現了 上月車站 就是所謂的第一步 專業會滑雪鏈中 最基本的要求 掌握了C-something Raw-something的超能力 就比一半以上 那些無量化好多年 還說這裡不會靈魔的 指揮員送的小孩子們 跑得更快的 掌握了靈魔以後 你只能在小黑屋裡自首 發出來還是要被罵 大頭扎行 Post到時 誰找到扎行 怎麼能把靈魔來的東西 原來自己的 聯盟一個角度 只能自己梳理出 自己插畫 弄畫作品中需要的角度呢 你需要熟悉 原體進入骨格 熟悉各種構成 熟悉骨峰和骨頭 用設計開架 包屁股卡通人物 各種具體的結構 但是有一個神奇的技能 能讓上面這些東西的 學習速度 大大超越版源 透視 透視 透視滲透於藝術行業的 各個分之中 是概念插畫 分計的基本考核技 即使堆了再有 高大上的筆觸 和光一翹 透視上會出現影響問題 畫功必然卡在無斷下 可以說 透視的正確繪製 自學繪畫 基本就不會正常邪道 或我 但透視對藝術人來說 總體是困難的 性格越偏向女性 也會越感動 所以不會畫透視的男孩子 全都是外的 學生的建模 圖心數學 量子物理的臣民們 可能能揮薦到更多的透視方式 但是我們這些只想畫 熟悉圖的原畫 夢畫 動畫行業的方式數字 只需要從繪製 三個時間 透過人眼觀察到人 靜觸大 眼睛小的效果 自學看視頻的孩子 會聽到什麼 一點透視 兩點透視 三點透視 甚至包括很多專業主題們 都會認不清 這只唯一的套館在動嗎 透過人眼觀察到 三文世界的所有物體 其實只有一種透視法 學名叫三點透視 但我們藝術人 都是藍鬼 喜歡偷工減料 所以發明了 一點透視 兩點透視 三點透視 還要配上這些無聊語詞 來下作初學的 進入透視的第一步 需要了解兩個小概念 地雲線 然而初學者 手間憨睡的 那些透視造成的 第一個概念 假設你站在荒落中 放眼望去 天地之間 有感受 有條地雲線 但我們這些圈養在 城市中的貴族村民們 一眼望去是對面 樓盤廖廠廠的大幅 哪有什麼地雲線 而且如果我要畫 這種穿梭的 四地雲線 又畫得難 不用去理解這些無聊的概念 在畫面偏上 或者偏下的地方 隨便畫一個橫線吧 消失點 我們人類眼睛 看到的現實物體 進出大幅圓處小 假設有一個 無線長的物體 比如生長的腿 一直向遠處延伸下去 就會變成一個點 這個點叫消失點 三點透視 3 point perspective 地雲線上 左右畫一個點 然後其他地方 再錯了點 就能畫到有點變態的圖 不符 從左邊的點開始 畫兩條虛線 右邊的點 兩條虛線 相當的地方 能構成一個 有透視的2D的點 然後從上面的點畫虛線 穿過面上每個頂點 然後又從左右兩邊的點 發生幾條虛線過來 就能構成一個 完美透視的解決器 它的長寬高三個維度 都有近大約一層的效果 第一次會是透視的 或者有潔癖的按鈕 千萬別把這個模型的長線 自己拿起筆 嘗試解釋 又和左數學提議一樣簡單 你可能跟我們對簡單 那麼後面的第一 三點透視 是要表現紅紋的建築 或者是種很酷的 從上向下達的意思 恭喜 剛剛就是透視你最難的一種 下面從越來越簡單 咱們的教師 為什麼只是這麼粗爽 別人不都是這麼簡單的開始嗎 兩點透視 如果上面這個點 你的越來越遠的話 你會發現數方向的線 越來越平行的 當這個點無限遠的時候 數方向就沒有幾大元小的效果了 和之前一樣 從左邊的點畫兩條虛線 右邊的點兩條虛線 數方向直接畫平均線 然後再從左右兩邊的點發生幾條線過來 就過成了兩點透視了 兩點透視最靠近普通人眼 日常觀察到的效果 常用在畫產品 直接設計畫機器的省略 高達20個代 那到底現在還有人知道 高達20個代 那我先不去看一看 啥 一點透視 1-point perspective 不僅數方向平行了 橫方向也平行了 從地理線上的一點 發出這些虛線 穿過平面 就能畫出一個個的特殊物體 一點透視一般用在接近通道 實在設計上 沒有透視 1-point perspective 那麼三個小時點 都在五千元 樹和縱深三個維度 全都沒有幾百元小的效果 可以有嗎 可以用3D軟件裡 叫做鎮礁石頭 老闆的三軟件 農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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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很多山在垃圾野油中 這種城市裡 就是鎮礁石頭 欺騙大家的一種情編 205G 三點透視 1-point perspective 上面這些作法 所有物體 都在同一個作標系中 都是些洋中文的作法 這是我們博大精深的 中國文化 和偉大的中國人民 早就發明了 幻影中每個物體 都有自己作標系的神奇技法 三點透視的 核心思想就是 4-point透視 透視是啥 好吃嗎 5點透視 5-point perspective 出名門看EVA 或者其他什麼裝批動畫的時候 文章線路 會出出這種 透過監視器拍到的 影區角色的進展技法 這就是5點透視 表現超廣角鏡頭 或者魚眼鏡頭拍出出來的效果 橫竖畫兩條線 選4個點 橫竖的稱號線 不要再用直線 而用弧線 只有連接中心點的線 才用直線 想像你在一個地球儀式畫畫 或者想像90年代買西瓜時 想嘗嘗甜甜 在西瓜上切洞的技術 可是錯了嗎 你說了這個東西 那我還是只會換幾個瓣盒子 不能畫我這樣的東西 騷完我照 順長當然知道 大家都是自己 這場畫小物圖的變態了 所有的韧體 機械 場景 全是由三種幾個體組成的 懂得透視以後 我們就能正確地繪植 日益地集合起來 馬上開始 完美邏輯的征途 把趙龍起來 村長 時間到了 收工 村民們 下週見 已經連續四期了 下期待會不會哭人 那 那下一個就不見了 下期雖然沒有抖頭村市民 但抖頭書公信上 用無萬眾系列的 第95回抖頭村童人大賽 想參加的村民加油就換捷子來 本期的主題是 身邊的人意故事 能把參加的村民 也來看看村長和小便們 給每篇題作品的機器點評 比真的冒犯教程 還能學到更多的實在技巧 動漫遊繪畫作 不需要相互理學官 進去的十位複零小說 大部分專業畫上 平常工作者 也不一定每次 需要這些無聊的 參考網客 很多時候不精確 甚至有點奇怪的措施 反倒是獨特畫作的一部分 但是能揮織出 標新利益的風格之間 一定要守戀我們 這些精確的原理 有任何誇張的 至於現實 才能被觀眾認可 否則就像一些不好的 所謂的漫畫裡 人物是一種措施 而背景完全 卻品配不上我的臭味道畫面 我只想閃點透視 我平常放空大腦 去勾勒熟悉的大臉 大胸屁股的時候 順便加入這些正確的 臨摹和透視練習 成為習慣以後 會發現自己的屁股 畫得越來越飽滿了 這些不繞路的踏實練習 正是大家每天 上下廁所的天賦和捷徑 不管再文化 各種絢麗的色彩混合 光影特效 和五發發門的人民技法 我們還是要回到 基本的基本來 因為臨摹和透視 是我們在藝術人的江湖上 造成一種天涯的 第一把可靠的桃龍劍 抖擊 如果你在畫畫中遇到問題 和困擾羞澀的 會提供村長 並且錯過村長和小夥伴 每期同學製造的好玩 就有用的視頻 歡迎加入我們的微博 微信比例上 我愛德國村店的關注 分享一發 讓更多人在故障 學在有用的設置的知識 你們的每一點真實 都是我們德國村 繼續採取這些 有趣的用的視頻的動力 村民們下次見 Adios And Happy New Year 這個很有意思喔 這個叫抖抖村 這個在對岸的那個B站上 訂閱人數超級多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影片實在是太奇妙了 我們這裡喔 這個其實我美術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 什麼叫單點透視呢 欸 我現在如果要 欸 你們可以跟著我一起畫圖嗎 我要畫一個廣場 其實我也只會單點透視而已 哼 好 畫一個廣場喔 要怎麼畫呢 欸 我想想看喔 我們就這樣畫吧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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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跟著我一起畫 這樣 好 欸 跟著我一起畫 然後昨天你知道 最上面這個點啊 稱為叫什麼點 你知道嗎 哎呀 這個稱為叫消失點 OK 這個叫消失點 這個消失點的概念喔 出現在我們數V課本的第幾頁呢 等一下我們先翻到那一頁去看喔 Page 47 來 現在請我們班同學往後翻 翻到47頁 我們先來介紹什麼叫做消失點 這個數A好像沒有 只有數V喔 欸 翻到47頁喔 欸 47頁右上角 我這堂課要介紹什麼叫消失點喔 你這邊要仔細學喔 這個我覺得這個 欸 好 仔細看喔 來我們看一下右上角那個文字敘述喔 他說 在繪畫作品上 由於類似絕上的限制 來這個後面他就會畫起來 兩條平行的鐵軌 看起來會交於很遠很遠的一某一點 這個點我們稱為消失點 對吧 他旁邊是不是有一個照片給你看 好 就這樣子 人類視覺上的限制 兩條平行的鐵軌 看起來會交於很遠很遠的某一點 這個點我們稱為叫消失點 下面那個隨常練習 我們現在馬上來做 右途為台東知名的柏朗大道 請你在照片上標出消失點 這是幫我們當白癡嗎 你知道他消失點在哪裡嗎 就在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該怎麼講 你知道那個柏朗大道那個消失點在哪裡 就在那個鏡頭那邊有沒有 對不對 如果是我出那個洞口 我就出一題這種東西 右途是金門知名的 什麼路 光前路嗎 請你標出他的消失點 就這樣一提十分 你看多好賺 對不對你懂那種感覺嗎 好 誒 翻回到前面來 如果我要畫一個廣場 誒那這個是消失點 誒那廣場要怎麼畫 廣場應該是這樣畫 來跟著我一起畫吧 誒我想想看 我畫圖其實不太行 有一次這種美術的東西 有時候我都會懷疑我自己是教數學還是教美術的 這個 誒 這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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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你在課本上畫要畫得漂亮一點 這樣過來 然後這樣 這樣過來 誒 這樣有沒有一種 就是你從前面去看的那個廣場的感覺 然後這邊我們不要畫實線 我們旁邊這個畫虛線 這樣感覺可能會更好一點 然後這個鏡頭這個是消失點對不對 誒 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嗎 知道嗎 知道嗎 好 那現在 誒 我覺得我們現在畫另外一種圖 另外一種圖是什麼 誒這種圖是 廣場在我前面 我這樣看過去 會有這種效果對不對 有一種 這個叫怎麼講 眾生的效果 這樣看過去 是不是有一種這種效果 那請問你喔 如果你由上往下看 這個廣場會長什麼樣子 想像有一台空拍機 在這個廣場的上面 由上往下拍 這個空拍機 他看到的會是長什麼樣子呢 誒 畫在旁邊好不好 我就畫在這裡好了 一二三四黑 來 我們畫在這邊 一二三四 天啊 教這個我真的不太在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六 這個相當的東西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吧 如果你由上往下看的話 他是不是會長這樣 然後現在我要請同學做一件事情 來拿出不同顏色的筆 好嗎 誒 如果這裡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來這裡 來這個點 mark出來 這個點mark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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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不好 我們把它拎起來好了 這樣你拎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 我有一個橘色的空方 請問你喔 如果是這種由前面往後看的 這個橘色的空方 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四個角落的點應該在哪裡 在這裡對不對 在這裡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 再 我看一下喔 一二三四 所以在這裡 然後在這裡 在這裡對不對 好 來 跟著我一起把它拱起來 好 OK 來拱起來快點 我等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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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現在喔 來畫一條很特別的線 我們現在來畫它的對角線 它的對角線畫出來會長什麼樣呢 這樣吧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這樣 OK 對角線在這裡 然後現在考驗你的時刻到喔 你這個對角線你幫我畫出來 你覺得它對角線會長什麼樣 我覺得我這個對角線一定會跑掉 因為我這個圖應該是不太準 你覺得喔 以上面這個圖來講 如果你畫的圖蠻漂亮的話 你那個對角線的焦點應該在哪個位置 在哪個地方 應該是要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所以這個畫起來的話 應該會是 喔 天啊 喔 屑 我有不好的預感 應該是像這樣 糟糕 我覺得我畫出來的圖不準 怎麼辦 唉 完蛋了 我爆掉了 好吧 應該是要在這個地方 Shit 果然我沒有 我不是會畫的這樣 把這個圖不畫出來 快點快點 我等你喔 唉 好啦 這個就畫一個圖給你看喔 然後從這個圖裡面 我要講一個東西 唉 這個就比較數學喔 這個叫做什麼病患呢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攝影病患 來這邊寫一個T 經過攝影病患之後 好 經過攝影病患之後 同學我跟你講喔 你應該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喔 同學它前後的平行性是不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看這裡是平行 然後你這樣子往前看的話 如果消失點在這裡的話 你這裡是平行 所以經過這種類型的攝影變換之後 來前後的平行性不變 寫一下囉 前後的平行性 是不會改變的 然後左右會集中到什麼點 左右會集中到什麼點 消失點 這樣可以嗎 左右 會集中 到消失點 OK 再來 問一個問題喔 同學我問你喔 經過這樣子的一種攝影病患 就是說 你切換你的視角對不對 由前往後看對不對 經過這種攝影病患之後 請問同學一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會改變的 請問你線段的長度會不會變 回答我的問題 線段的長度會不會變 不會變嗎 你這樣看 跟你這樣看 由上往下看 跟你由前往後看 你看到的東西 請問你線段長度會不會變 我問你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 還會是1比1嗎 不會喔 離你比較近的會比較怎麼樣 長 離你比較遠的會比較短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線段長度會變 這樣還願意嗎 寫上去喔 然後線段長度會變 然後線段長度會變 好 請問你什麼東西不會變 水平的線段比例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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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把它寫上去 水平的線段比例不會變 就是說 比如說同學我問你喔 來你看這邊 這段比這段是幾比幾 4比3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你這樣子看過去的話 這段比這段還是幾比幾 還是4比3喔 它那個比例是不會變的 你懂嗎 但是如果是這種方向的 它事實上比例就 像這個就不是1比1喔 這樣你聽到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我不太 我不太了解 就是它那個美術怎麼看這個東西 但從數學的角度來看 大致上是如此 這樣聽到嗎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喔 因為我們現在要請同學 來畫一個很重要的圖 這個圖一樣請你在刻本空白的地方 來你把它畫上去喔 來我幫你做一件事情 將一個圓把它8等分 8等分 然後把它的每一個等分點把它求出來 快點我希望你做這件事情 好 將一個圓8等分 然後把它的每一個等分點都求出來 要怎麼做呢 首先你需要先畫一個圓 拿出你的10塊錢銅板 或者拿出你的圓規 把這個圓畫出來 小時候可能有畫過這種圓 那你要怎麼樣把圓8等分 很簡單 首先你要先畫一個什麼東西 正方形 把這個圓把它包住 所以先畫一個正方形 來快點我教你喔 來畫一個正方形 這樣 這樣 你用齒畫的畫不要亮一點喔 oh shit 體力是不是睡早了就要起床嗎 體力不要再睡了 好 好 欸 好像還好 對吧 趕快喔 那你不要同學告訴我 要怎麼把一個圓8等分 把它8個等分點找出來 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嗎 如果是你 你怎麼畫 接下來要畫什麼東西 欸 趕快告訴我 接下來要畫這個 什麼東西啊 它的圓形在哪裡 告訴我 圓形在哪裡 就是那個正方形的什麼線上 對角線上 所以你現在把這個對角線畫出來 好 喔 是不是這樣 對吧 好 然後再來 這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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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我畫的不是挺好 但是大概是這個意思喔 這樣可以喔 欸那這樣子 接下來怎麼辦 就這樣子啊 來這裡 這兩個點連起來 你看 我這樣是不是就把一個圓8等分 對吧 這應該不會很難 然後現在要請同學做一件事情喔 過這兩個點 幫我畫一條牽直線 喔 線 OK 然後過這兩個點 畫一條牽直線 畫一條牽直線 OK OK 然後過這兩個點 好 來 國中幾何問題 這一段長度如果叫做x 好啦 今天講到唯一比較數學的地方 這一段長度如果叫做y 問你一個國中幾何問題喔 請問你x比y 是幾比幾 這等一下我要問啊 這應該會吧 x比y是幾比幾 這一段比這一段是幾比幾 來你算一下好不好 我等你 快點快點 我們這邊慢慢教喔 這裡有些東西 什麼消失點啊 單點透視喔 我們不知道新課剛會怎麼考 因為在過去幾十年的高中數學裡面 從來沒有出現單點透視 你們是第一屆 所以他會怎麼考沒有人知道 每一本教科書寫的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我幫你們在這裡 以前數以後考過這種東西 但是它是用相似型 你知道嗎 就是用相似型去做 但是你們現在考單點透視 我真的不知道會怎麼考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大家都是 邊走邊嘗試喔 s比y是幾比幾 看得出來嗎 為什麼沒有人家理我 你可以假設 欸有人要講話喔 s比y是幾比幾 你可以假設這個 3比1 2比1 s比y是2比1 你認真的嗎 1比2 你認真的嗎 你可以假設這個 這個遠的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1嘛 好 如果這個遠的半徑是1 請問你這段長度是多少 更號2啊 1比1比更號2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應該知道 像是三角形嗎 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平行線是不是會解比例線段 那請問你這一段是多少 更號2怎麼樣 減1啊 把這一段減掉嗎 更號2減1 然後這一段是多少 1 所以這個比例關係是什麼 更號2減1 再比1喔 對吧 這是不是國中數學 這樣可以齁 你要注意圓的特徵喔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特徵喔 好 那這個特徵 我們看一下喔 更號2大約是多少 同學你告訴我 快點我這邊快交往了 我們等一下還要考個試呢 更號2大約是多少 1.414-1 再比1 來 寫上去 這樣可以吧 那1.414-1 這個是多少 0.414-1 我們抓一個大概喔 0.414大約是多少 大約是0.4 然後比1 那請問你 0.4比1 是幾比幾 你知道嗎 0.4比1是幾比幾 是2比5喔 這個比例你最好給我記起來喔 好不好 這個比例其實蠻重要的喔 圓的一個特徵 2比5 然後這是幾比幾 5比2 每個數V的同學都要知道這個比例 這是一個大約的比例 好不好 更號2-1比1 大約就是2比5 所以剛才我們要講 1比2不對 是2比5 2比5 5比2 可以嗎 呃 今天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就大概簡單的 慢慢的介紹到這邊 就是講一下 什麼叫單點透視 就是一點 有一點概念就可以 那我們明天再繼續好不好 再慢慢教 好 謝謝 謝謝軒姐 我們就先這樣